好 那接下来呢我们再继续来看到 我们刚才从那个 我们刚才是在那个 access to learning 那边结束嘛 那老师跟你说呢 最好这个 access to learning with access to learning 的话呢 其实就是可以不要啦 OK 好 也许你想要再加一句吧 我猜你是说 也许说因为这个书呢 让他们 让他们可以 让他们有办法去取得这个学习的管道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建议你在后面这边再加一句吧 就是说呢 也许你说 in doing so 或者是说 with the books they have access to learning 之类的 这样 OK 这样会比较好一点 或者是 access to knowledge 或者是 access to the world OK 或者是 to the world of knowledge 对不对 OK 好 接下来说 Furthermore I will lobby the government OK 好 这边的话我倒是觉得呢 如果你前面有把那个 we 讲清楚的话 这边你可以用 we 因为呢 lobby 的话通常比较不会是一个人 通常是一个团体的名义 会比较有利一点 好比说呢 我们的工商界 他们呢用团体 用利益的一个方式呢 去 lobby the government 通常是比较有利的嘛 对不对 OK 好 那所以这边的话老师反而会建议你 如果你前面那个 we 的地方嘛 你的团队有说清楚的话 这边用 we 其实就还不错 OK So we will lobby the government with an eye to 这边的话呢我想你也是把学到的片语 非常努力的用上了 非常好 OK 这边用的还蛮合适的 with an eye to enacting the laws associated with more subsidies OK 好 subsidies 其实到这边来讲都没有问题 那主要是这一个 subsidies 还有这个 associ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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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话当然你说跟什么有关联 不过我觉得比较更有关联 你可以用 concerning 对不对 好 你可以用 concerning 那 concerning 的话就不用 with OK 会比较更好一点 好 再来就是 subsidies 这个字 subsidy 这个字的话通常指的是补助 或是补贴 那这边的话你如果要用 subsidies 这个字的话呢 老师会建议你说 我把它再讲清楚一点 到底是什么 subsidies OK 要不然的话其实你就说 more money 或者是 more funds 就 OK 啦 OK 因为当你用 subsidies 的话 你没有把那个定义讲清楚的话 反正会这边会让人家留一个问套在这里 什么 subsidies OK 好 接下来 last but not the least 很好 OK I think it's important to raise citizens' awareness of of 这边你这边要讲的说提高大家的一个 awareness 让大家对这件事情了解有察觉 是察觉什么呢 是察觉说你们努力吗 还是说察觉到他们的需要 OK 这边的话如果是 如果是你希望他们能够去注意到 注意到你们的努力的话 那这边的话你最好再写得清楚一点 of the effort we make 这样子 OK 还是说呢 你说是 awareness of the need to OK 这样会比较好一点 OK 所以看你要讲的是什么 比如说你说讲的是 the effort we make to help 或者是 awareness of the need to help OK 好 那我这边当作说你是要讲说 让人家注意到你们的努力 你们不是只是默默地在这边做而已 所以你是 the effort we make to 这边应该是 to help OK the effort to do something 后面用原型 to 加上原型 to help those poor children I believe that if everyone is devoted 这边呢 你把两个搞混 当你如果是 everyone is devoted 的时候就不要 themselves OK 因为你这边已经有被动了 你这个人已经在这里 每一个人都奉献给了 那所以你如果说 everyone is devoted 那就好了 如果你用的是 everyone devotes 有没有 如果你用的是主动 everyone devotes himself themselves的话是一个比较口语的用法 为什么 因为 everyone everyone 是单数的 不要忘记哦 那我们叫 everyone 常常都支持大家 所以我会说口语的用法的话 every的话我们是可以用复述 比如说 every 然后加上 their every 加上 themselves 但是呢比较正式的文法呢 你可能你应该还是要用 everyone devotes himself OK 或者是你如果要避免这种的 你就可以直接说 everyone is devoted to charity charity what charity work 好 这边你要讲的是慈善工作 charity work the warm warm 好像不是名词 好 warm 的名词是什么呢 可以查一下 OK 好 那这边可能不只是warm 的名词叫做 我给你讲好了 叫做 warmth OK 好 其实最重要有一个是 love 或者是你还要讲 care OK 这边可以把它再讲明确一点 只有讲 warm 的话听起来 这个应该有点中文是英文吧 OK 好 所以你可以讲说 love 或者是 love and care will lighten lighten lighten其实比较主要的意思是减轻的意思 所以当然它有让什么东西 颜色变得比较亮一点 但是比如说那个是指说 比如说你加白色 让某个颜色的颜色变得比较亮 或者是什么之类的 所以这边老师倒是会建议你用一个片 我想你也知道叫做 light up 照亮 对不对 light up all corners of the world OK 好 这个应该没有问题 好 所以呢 不过这边的话呢 这个结尾 我倒是可以 我倒是建议你还是回到说 你这个 love and care 的话呢 will 你可以说 light up all the dark corners 好 因为你一下子就从那些小孩 一下子变成 the world 而且是 all corners of the world 好像一下子从一个很 很这个 focused 很那个 就是说你本来是集中在这些小孩身上 就会哇 这个范围变得超大超大超大 这样子的话呢 比较不太合逻辑啊 也许中文的话呢 可以在后面加一句冠冕堂皇的话 但是英文在这边我们总觉得说 好像跳太多哦 OK 好 所以这边老师会建议你后面还是回到说呢 你可以照亮那些小孩的心房 或者是他们的家人 这样子的话呢 会显得更那个一点 那你如果还要再加上说呢 这样子的话呢 你觉得一个更美好的世界 也许一定会因为你个人的努力啊 因为你这个charity organization 而变得更好 那当然也可以 不过不要一下子跳那么快 OK 好 那其实我觉得你这边还蛮有进步的 就是你大部分的用字 其实都还蛮OK的 然后也会用一些比较不一样的句型哦 OK 表示这个有练习有进步的啊 OK 好 所以呢 期待你下一篇文章可以更好 那这一篇呢 我们的讲解就到这里 OK 好 拜拜